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人的感觉 我昨天说了 我看评论里的题目 就是大师之后还有大师吗 让我们想到很多东西 扎老师 你觉得所谓的大师 或者说某种学问学术的知识分子的人格 这个东西 你有领略吗 我还真的就是先想到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们楼里边有一位语言学家 吕淑香先生 其实是著名的 现在的肯定也当得起大师一级的任务 他就是一个 我印象很清楚 从小他在二单元住 我记得就是我们隔壁 每次出来都穿得非常的整洁 但是又很简朴 不论他是穿一个中式的 还是一个西式的 都是一丝不苟 很整洁 然后有的时候主一个拐杖 走路也是正正的 见人都要微微的居下宫 非常有理 就那种千千功有礼的人 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只倒是一个邻居 后来才知道 就是到我上上大学了才知道 这么著名的一位学者就在我们隔壁 闻道还有一位 特别低调 是吗 那边很有名 很多人叫季先生 就说季先生当年在北大 就一个是大学生上学第一天不懂事 看到季先生穿那衣服 还以为是个校工 就行李呢 放着他不晓得敢去注册 还是什么是吧 就叫季先生 老师傅 帮我帮我看着行李 然后呢 季先生说好啊 就给他看着 看了半天 那后来 谢谢了 那后来开学说 是校长 特别著名的一个段 他们说北大当年很多老学者 平常在校园里有风景 经常可以看到 就是那真是让人 常常让人感到这个温良恭敬让 这种风气 但是你说讲学问 就我觉得这是很难企及 不可思议的学问 很多就比如那时候 我们上学的时候 还有那吴祖香先生也是 讲课都是人山人海这样的 就做得很满 但是老先生也是 就是讲课 从来没有那种摆架子 或者很用很尖色的语言 都是那种娓娓道来 然后说一些故事 很细小的故事 然后对同学是有求必应 大家提什么问题 他都会特别耐心的回答 然后像季先生这种 就是说他们为写一篇文章 去图书馆 骑个自行车 就去图书馆去查资料了 然后一去就几十趟 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 就这种认真的精神 又特别牵劲 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 就是在这些人身上 现在大家好多人说 说现在这个什么大师哪去了 或者说是踏踏实实做学问 这些人身上有一个 一以贯之的东西 就是我看到一种心定和心安 他为什么一辈子 按说他们经历这个离乱动乱 或者说他们说现在的诱惑多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是不是诱惑也多 但是你都会看到 一个老学者 一辈子专心于自己的这个学问 他也不去干别的 也不怎么着 就是就这么这么弄 他首先心是定的 对吗 再一个呢 他不会轻易的像我这样 哪有诱惑 就可能就被隐去了 你这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我觉得是 他找到个安身立命的东西 就安身立命 以前中国人讲做学问是安身 其实全世界 我觉得是好学者要知道 这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 不管这事多小 小到你有多少知音 全世界可能就像我们那天讲 几十个人懂你干什么的 但我就是干这个了 我定了 然后也不说 哎呀现在流行什么 我也去搞一搞你很难想象 季先生现在说 哎呦都搞后职名了 我也来个对不对 对不对 不会这么做的 对不对 他就我就干这个 我就一辈子这么干 然后呢 而且呢 刚刚我们讲到 他们的那种整格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 但是我常常有这么一个联系的想法 就是他的谦卑 跟做学问的严肃是有关的 就是他的谦卑 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特别了不起或怎么样 他看自己啊 他不会看得太大 然后呢 做学问的态度恰恰也是这样 你不要有一点点小发现呢 有一个创建出来就哎呀好高兴啊 就得怎么样很张狂 因为原来是我看季先生的文章啊 他以前做那种佛经语言学的东西 里面讲的绝大部分引用的材料 我都是看不懂的 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仔细 他整篇文章要讲一个基本观点 那个观点他一开始就指出来 如果换做我们今天的人啊 有这个观点太高兴了 就啪啪啪就写了 他不 他写了这个出来 他为了论证他的合理和合法性 一段一段一大堆材料 啪啪啪啪 要堆多少东西进去 要多严整 要完全做到滴水不漏 才说啊 我一开始说那个 看来果然是能接受的 这是谦卑啊 就是你说 昨天说的那个 他佩服的四个人里边有一个胡适吗 他就最佩服胡适的原因 就是胡适提出来这个 叫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对 这是一个特别精密的 严格的 学术的专业研究态度 他还佩服一个 你讲 但是这一点 我就说 他要有一个 一种就是态度 而且要有时间 现在为什么这种人少了 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焦躁感 老怕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这个投入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 已经那么多 眼看那些哗哗哗出东西的人 已经拿到了很多回报 我干嘛呢 在这 就觉得好像很傻 我举一个例子 我听过这个北大张维莹 就是经济学家 他跟我讲过 他当年在牛津 好像是上学的时候 你看经济学 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这30年 是个显学嘛 经济学家都是共不应 就是叫什么 到处都在请他们发言 对这对那 都要评论现在 当下就股市怎么样 改革怎么样 但是他说在牛津的时候 他最佩服 学到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牛津那些 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 学者 就上那个课呀 只有那么六七个人 叫三个哪 就研究升级的 讲的都是特别专业的 然后那些先生乐此不疲 他在那牛津上了几十年的课 都是教这种小课 学的很深很专业 然后这些人完全觉得享受 那就是人生的享受 象牙塔里 在象牙塔里 但是他他有自己的境界 这个境界一点都不小 而且他一点不会为外界觉得 有多少人知道我做这个学问 不为这个所动 那就是自足了 自足他有幸福 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学者 也跟我讲 就是说 现在中国有些至少是有一些知识分子 他的感觉 好比你比如说 尤其到晚年像季献林这样一些老人 你会发现一种什么 就所谓的冷眼看世界 对吧 他就说呀 现在有些人呢 是热眼看世界 他在那个象牙塔里 他待不住 他热眼看世界 这个热眼 这俩词翻转过来 可能就是他的动机 就是掩热世界 他掩热这个现在的 这个这个这个风头火势的 这种这种潮流等等 但是你像他们 你说跟待遇有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 跟社会地位跟什么有关系 有关系 可是我就说这个季献林 你像他说他非常佩服的 还有一个人是陈寅雀 这陈寅雀 我就感觉这个陈寅雀 最近我看的比较多 我说这是拿命做学问 他有什么 都瞎了到最后 你就说我就看 这个陈寅雀的一些往事 就是说当时日本鬼子打进来 他们从北平撤出来 当时他这个爱书如命 把他的书寄到长沙 说到长沙街 最后全给烧光了 然后他随身带着的书 也丢了一大半 而他做的研究 他这个人是不是在笔记本上写 他就是在书上写这个媒批 所有的思想都在他的这个书上 没错 结果书没有了 然后后来到了四川 到了哪 这个这个西南联大时期 他写两本最重要的著作 什么隋唐政治制度啊 什么唐朝政治史的研究 对 我天哪 靠记忆力啊 对 靠记忆力 那个时候傅思年 他晚年也是这样 眼睛 没走 忙了之后 也是靠记忆力 叫出什么 就释放摩托洛 那个时候说傅思年 就是嘱咐一个住在他楼下的人 就说这个陈银雀 陈先生在楼上搞研究 你注意点动静 说他要是跺地板 你就赶快上去 然后那人就听见 有一回陈银雀跺地板 轰砰砰上去 他发现陈银雀躺在床上呻吟 说我快死了 我这身体实在是盯不住了 可是我不能死 我得把我这两部书搞完成 我才能死 我说这样的东西 他的精神世界 他的精神境界 他的书到今天 又有1%的人也没看过吧 是不是你当时他写的是 那柳如氏外正 不是 柳如氏是最晚的 更晚年 当时就是那两部 谁当时之之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梁大师 帽子靠上了 然后呢 而且都叫大师 而且呢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你看 季先生啊 他做的 他刚刚我们讲了 他佩服的四个人 你们跟你刚刚讲胡适 你刚刚讲陈一雀 然后你再看他后来佩服那两个 马颖初跟梁树明 又有一些共同特点 就马颖初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 讲人口论 讲那些东西 是当时是整个校园 集体批判他 就全国批判他一个人 就等于这时候 你想想看那个压力 大到什么程度 一个学者 跟全中国赶上 他不让 不退 梁树明又是什么人呢 是那时候唯一一个公开在台上 就是敢跟毛泽东 顶撞的人 我觉得这两个人 他佩服 你想想看 就是这说明什么 就是他佩服知识分子 要有风骨 要讲独立 但是我就很开叹 就是今天 有时候很难过 比如说 今天我们的学者 很多学者要领官职的 一个大学校长 大学教授 再有名的学者 看到一个什么部长来了 也弯腰打哈的 就是何必呢 就是这不是 这我们今天大家都悼念 季先生 季先生最佩服的人 也许恰恰不是我们这些 悼念他的这种人 能够理解的 而且你 我就想起一个细节 就是说实际上 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里边 陈英雀先生也是最早接触 马克思主义的 而且他是 1911年用德文读了资本论 你想这离中国人党成立 还还有十年呢 是吧 但是他读了以后 一个说了一个什么话的结论 就是说 虽然他研究了原本 但是不能一个学者 不能用 预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关照你的学问 就是说你先放在这 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看过 他这个是当时 他在中山大学 然后是中国科学院 北京这边有个历史第二研究所 请他去做所长 拿着什么 陈伯达 郭沫若写的信 还是他的学生去说 结果呢 最后他不去 不去呢 你看他的原话这么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 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 和独立的精神 然后如果不能这样 就不能发扬真理 就不能研究学术 那边又说 我绝不反对宪政权 在宣统三年时 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 但我认为 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 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 即不是我的学生 你说他就是人的一种坚持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他要跟政治什么为难 确实他要得出他的思想 要成为所谓大师 这确实是一个基点 而且有真的有其师比有其徒 后来不是就是有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他一个学生 替他去文革批斗 替他去挨打 没错 打得半死以后 问他什么感想 然后这个学生还说 说的我能替我的老师来受这个苦挨批斗 我真是我的荣幸 就你说这种 这种人 然后他的老师 当然到最后 我觉得就是说 在那个年代 你要知道 就是说 就以我的肉体去跟你这个强权教宝 那是只能极少书人能做到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 他也是一个书生 我听说就是说陈云雀在那个期间也很也很恐怖的 很苦的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就是一个是沉默 我不说假话 我不做跟着做伪心的学问 另一个他就说我另辟一个 就是他写那个柳如是别传 别传就为一个明末清初的青楼女子 烟花女子吗 等于做传 还有一句诗吗 叫做叫什么 住树为胜送红妆 就是我在这种时候 我的学问也只限 我只能歌颂一个不屈的 有气节的一个女女子了 其实他是含义非常深 你看他很多晚年的很多旧体诗 真是沉痛啊 对 真是就是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那种所谓叫做痛哭古人 以济来者 这种感怀 当然就是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就是要有同情的理解 就是不要太多的用人格气节这些东西 去衡量知识分子的选择 人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学问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记得是有的时候 这个王硕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 他讲老舍的别有用心的说这么一句话 说是啊 这个死只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 忍到可能出来一步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他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们谈论一些伟大的作品 说起这个作家 我们都在说那真不是个东西 而不是恰好相反 就是说那意思 我们伟大的作家太多了 可是我们伟大的作品在哪呢 他指的就是司马迁式的这种受了抚刑 还要 但也有很多坏蛋是很好的学者 对不对 那的确是有的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问题 其实还牵涉到国际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说讲学者 为什么不再有兴趣 有耐心专门做学问呢 首先这也是个国际趋势 就首先全世界今天 你要认真的写一部学术书出来 是很难的 对 因为其实下级 对 他两册 那么现在要的做法 全球都是这样 任何学科都是一样 再好的大学也像 是写论文 交paper 现在这个一集的期刊上面发表了 然后过了几年 节级出书 一般现在都是这样 这整个学术的工厂化 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你几年你不出东西 人家问你 你怎么不出啊 你再不出 我们炒你犹豫了 你说我在写巨著 那可不行 是吧 这是一个角度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说这种专专业的 professional 就叫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包括就是说 季献林先生还说了一句话 他就是说 我要是下辈子再有轮回这件事 我可别 等我再弄成一个知识分子 他说这个知识分子和这个学问家 是有区别的 就是做这些非常专业的 只有很少数的同行能够懂的 但是又很有价值的这种学术 和一个学者的政治关怀 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两回事 所以他对他所敬仰的 胡适先生都有疑惑 他好像去胡适目前还觉得 你这么好的一个学者 你为什么要去搅和这么多政治 又一会去国民党 那是去游说一下 一会又当个大使 他也不解 但是实际上在当代 也不是光是当代 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 就是在中国也有 就是世代不要关心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 我要专业 这是一个基础的 我要有专业 但是在一个大事情出来 比如战争出来了 或者国家的整个政策出来 他要出来发言 你看欧洲这些什么哈贝马斯 他们这些 欧洲这个传统尤其 尤其强烈 他要有一个表态 就像爱因斯坦 我是最牛的科学家 但是在原子弹这件事情上 要不要打这个仗 我要发言 我要有一个态度 罗素 对吧 为了这个坐牢 为了反战 没错 就可以坐牢 那他当时可能全国人民都反对他 你这个怎么这么不爱国 甚至于我就说 你像你说这个胡适 其实我现在觉得胡适讲的有道理 他人家说 说如果觉得胡适是什么大逆不道 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可笑 因为胡适说的都是大白话 最基本的道理 比方说 胡适那个时候说 你冯玉祥来 把那个清朝的那个逊帝啊 就叫蒲仪啊 赶出故宫 胡适当时只是说 你说话要算数啊 你当时是跟这个清朝这个这个王庭跟他签合约啊 那么他大他不抵抗 他放下武器 你你给他轻使的这个优待的待遇 可是你怎么 你你这个怎么不不守契约呢 你怎么把他赶走了 但是当时胡适说这个话 就不够革命嘛 所有人都反对他嘛 封建皇帝 包括鲁迅 我这点就是老实觉得有有有意义 就是说鲁迅还做一篇文章 特别损的说胡适去见府 一马说什么 呃他叫我先生 我叫他皇上 他叫我先生 就是很拔苦那种鲁迅比调 就是觉得你还在这么一个封建皇帝面前 还好像很可爱 还很荣幸的被他接见 其实我觉得这这里边有很多混淆的东西 就是说一个知 你你在一个基本的文明的礼节上 表示一个一个一个礼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影响你对整个这个这个制度的看法 要和人格道德 人格和基本的文明和你的政见是有区别的 我们老是把这个混在一块 然后把政治道德化 或者把把学问道德化 最后是一笔糊涂账 最后连基本的常识的这种就是说要尊老邪幼要对一个敌人都要有友爱都要客气 这些常识全没了 没错 我就想起 你看他们老说什么 韩寒特礼独行 其实我看看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最平常的道理 就好比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说爱国愤青 爱国愤青就骂他 说要是外国人强奸你妈你也不愤怒吗 他说外国人没有强奸我妈 那么我说这个话如果都叫特礼独行 那么只有去广告 说实话韩寒是个好孩子 你不要看他 腔腔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说太奇怪了 就是说很多是大白话 真的是常识 你像那个研究胡适的李敖也是说 说胡适的很多说法 他只是全人类的这么一套常识系统 他说的都是大白话 老百姓都看得懂 如果说这东西都叫特礼独行 这东西都叫大逆不到了 那真是很奇怪了 对 而且这些人最后只能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 这个晚年的这个陈行雀去做那个柳如是呗 胡适晚年也是做水晶柱 我还记得唐德纲写那个胡适杂役 还说就他也有点那种调侃的口径 那个老子干什么呢 在一个灯下在异国的纽约 这么一个小公寓里边 白手好穷金 就是在那住这个水晶柱 但是他能干什么呢 就他的所有的这种非常理性的 自由主义的宽容的政治主张 有人听吗 但是我其实他走在太超前了 但是我很敬仰他们有一点 我就觉得我佩服那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人 真的是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这世道不好混了之后 我们不会精神空虚 人家自己这个学问里边的乐趣 天地是很大的 你是不能理解的 他有什么快乐的 天天把自己关家里 对吧 怎么不出去耍去呢 但是呢 人家的快乐就子飞鱼 安置鱼之乐 对吧 我觉得这东西是我佩服的 这叫进退有据吗 就是老话 而且其实呢 在讲这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 就有很多种类型 当然有一些 比如说像美国乔姆斯基 语言学上是大师 但是同时是最有名的反美分子 就美国人反美 对不对 那么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真的是 我从不出门 我就好好干自己学问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这些人就躲在象牙塔 不关心社会 然后搞的东西没价值 没贡献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太肤浅了 就是有时候做这种 很精深很专门的学问 他你现在表面上 看不到他对我们 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关系 但是从人类文明的 整个大的长远的图景来看 他做了多少 他把整个人的精神 世界之间推到哪个地步 我们做不到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对 真的 你要说要讨大多数人的好 那你不可能往后 往往往往留存 是吗 是我觉得这两种人都要出现 哎 谢谢